大家好,我是英哥打板 咱们的这个A股市场是一个人为操作的市场 这个大家应该是深有体会 既然是人为操作 那就必定有规律可以寻找 因为虽然是人为操作 但是也得遵守着某种规律才行 所以当我们找到市场当中 一些每天都在发生的规律 从而通过这个规律进行套利是完全可行的 那今天的干货课程讲的就是市场当中 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规律 从而进行一个套利的一个方式 那每点关注的朋友呢 麻烦点个关注 关注了的老铁呢 长按一波点赞加转发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干货分享 套利模式逢八必涨 时间周期是股市里面的第一要素 通过时间周期运行的规律 会有一些相应的低息套利模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单边下跌之后的短线 低息套利方式 这个套利模式可以称之为逢八必涨模式 之所以叫逢八必涨 主要是因为一波八天左右的下跌 极大概率会出现至少一到两天的反弹 那我们来看一下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 目标个股啊 我们的这只股票啊 我们的这只股票要属于当下的热点题材 这个要求比较重要啊 这个要求比较重要 第二点呢 目标股经过一波明显上涨之后 你要能够看得出 它明显是有一个涨幅的 股价出现一波五到八天 极限九天啊 的这个下跌 目标股价跌到支撑十日线 二十日线 或者其他中成期均线啊 比如说什么六十日均线之类的 大平台前期高点的时候 找到这种的支撑位啊 第四呢 股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成交量逐步缩量 逐步缩量 盘中逢低希腊 盘中股价运行到支撑位置低希 当天低希之后呢 满足五小时之后 等第二天折击卖出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盘面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盘面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来这支002374 中瑞股份来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就数就行了啊 怎么数呢 我们看 这一天只要是跌幅啊 只要是负数的 就是跌的嘛 就跌八天 跌八天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买 比如说或者是跌到七天啊 我们就开始买 跌七天 就是逢八臂涨嘛 那就第八天涨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一天跌下来 对吗 你看他前期符合热点题材 有一波非常不错的上升趋势 对吗 上升趋势之后 他有个回调 回调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跌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这个是涨的 那我们就不去看 这个是涨的 我们就不数 这是第四天 第五天 这个也是涨的阳线 我们就不数 这是第六天 这是第七天 这是第八天 看到没有 就是逢八臂涨 第八天 那就是涨停 你不管今天是不是跌停啊 虽然今天他跌停了 但是你不管 但是他到第八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根什么 涨停板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就数就行了 就很简单吧 我们主要是看什么呢 你像比如说这个 你像这一天 它是什么 它的涨幅是0.00% 就是没涨没跌 所以这个也不算是跌 这个涨了两个点 所以这两天都不算 到第七天的时候 它就出了这么一根 奇吻的小的什么十字星 那你其实在第七天 出现奇吻小十字星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是逢八臂涨 我们就知道第八天 心里面就想 第八天会涨 所以我在第七天 可以就埋伏 因为尤其是第七天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什么 缩量的低位的什么十字星 当然它唯一有点 不是特别那个的 就是它这个地方 没有跌到一个 所谓的均线上面的支撑位 你看它所处的位置 在什么 5日10日跟20日下方 又在离60日又挺远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找什么 它这个位置 我们怎么找呢 它这个位置 我们就找什么呢 它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有跟大家说到过的 一个什么 有跟大家说到过的 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节点 关键节点的那个位置 它这个十字星 你看它所处的位置 是这个掌停板的什么 最低价 我们再延展过来 就是什么 再延展过来 就是这个平台的高位 对吗 就是这个平台的一个什么 高位 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支撑 所以它这个地方 就不是均线上的一个支撑 它是个平台 还有一个关键节点的一个支撑 对吗 就是那个价格锚点 这个就是价格锚点 不懂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我前期的这个视频 我的每一条战法视频 心法视频 都是完完全全 可以结合在一起运用的 我的都是一套一套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支 我们看这支苏伯特这支票 那这支票 它的跌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这一天跌 第一天 第二天 这一天就不算 第三天 第四天 我们看到这根阳线 也是跌的 这是跟什么 这是跟假阳线 这个也算进去 这是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看到没有 第八天就出现了一根什么 奇稳阳线 在这一天买 这一天买之后 这一天有冲高到五个点 是吗 但是回落最后两个多点 那你一样能挣钱 这一天之后 它又冲高了五个点 又冲高了五个点 对吗 在这个地方 又冲高了五个点 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出 你也是挣钱的 当然 就是你能够还拿得更久点 你看后面 哎呦 这个涨幅又来了一波 你就可以这么 就是逢八币涨 那我们再看 这支票 欢瑞世纪这支票 这支票 我们怎么算呢 其实这支票 你可以是这么算 就是这里是第一天 对吧 跌的 第二天 这天不算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是吧 第七天你不算 你第八天 第八天 第八天它还在跌 但是你也可以买 第九天 就是我前面 这个地方不是说过了吗 就是极限 五到八天 极限是多少 九天 极限是九天 对不对 极限是九天 我们看一下 你也可以这么算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是吧 这一天不算吗 六天 这是第七天 这是第八天 第八天 逢八臂涨 你也可以这么算 就是从这个最高位 从这里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逢八臂涨 第八天的时候 又出了个涨停盘 又出了个涨停盘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国电键 中国电键 这个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这个都不算 这个是一根假阴线 它实际上是涨的 所以这是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八天 你可以买一下 第八天 出现了一根 非常缩量的什么 在这个位置 非常 那个成价量 要逐步缩量 非常缩量的十字形 且这个第八天 它刚好是打在什么位置 打在这个六十日均线附近 六十日均线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支撑 那你在第八天 这一天买之后 后面的九十 这么多天 这里又有人吃一波涨幅 又有人吃一波涨幅 就很多 像这种什么华伦国际 这种 对吧 这种 就你去数就行了 你就去数就行了 你像这个身心股份 你看 就很那个 这个地方 一天 这个都不是 这个是跟甲阴线 实际上是长的 从这里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第七天它涨了 为什么是第七天涨了 就是它在五到八天 这个位置 尤其是它的第六天 刚好是打在什么 刚好是打在这个 二十日均线这个位置 在这种地方 就找到了一个支撑点 找到了一个支撑点 找到了一个支撑点 所以这就是 今天给大家说到的 这个逢八臂涨的这么一个套利模式 我相信大家就听完我这节课之后 听到这里 应该大概明白我要讲的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就说一下第七点 买卖的时候考虑一下当天板块及题材的情况 比如如果锁出板块 你买的这个个股 它锁出的板块是大跌的 则暂时放弃当天的这个低息 记住这个套利模式一般是什么 是做反弹 做一个反弹 然后做一个低息的这么一个模式 是这么一个模式 如果买入后 当天锁出板块或者题材大涨 则可以考虑增加一定的持股时间 因为我这里说了 低息之后 满足五小时之后 第二天就择机卖出 因为我们的是一个什么 我们的是个套利模式 不是说让你拿一个什么中长线 短线快进快出的这么一种模式 同时这么一个套利模式 希望给到大家的是一种什么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懂这节课之后 就是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它市场 它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 为什么都是到第八天左右 就是短一点是五天 极限一点是九天 但是一般就是曲终在八天这么一个位置 它就会涨了连续跌八天 就是市场上面 它有这么一个规律 你就去找到这种规律 你把这种规律放到自己的心中 不是说一定就是身搬硬套 跌八天我就买 跌八天我就买 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存在 就是连续跌八天左右 基本上空头的力量 基本上已经衰竭了 就是你心里面 老子里面一定做交易的时候 一定得有这种想法 就你不能你做交易的时候 跟个木头一样 它跌了八天 不行了不行了 跌了八天了 割肉吧 那你就割在了什么 地板上 那你这个东西还可以帮助你什么 比如说你一支票 你买在了高点 它连续跌了八天 这个时候你心里面真的到第八天的时候 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了 那这个时候你听懂了我的这一堂 逢八臂长的套利模式 这堂课程之后 那你跌到第八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心里面想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 可以补仓的时候了 对吧 是一个可以补仓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可以去割肉的时候 所以我这个套利模式 这个冯八臂长的这么一个套利方式 主要想传达给各位的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概念 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思想概念 有这么一个想法 OK 感谢各位老铁的关注和对本人的厚爱 其次就是关于本人的战法 我本人是希望我的做交易理念 能够给到大家带来启发和感悟的 但是大家切勿身搬硬套 还是要打好牢靠的基础才行 股票交易非常讲究心境的配合 就像武侠小说里面 你有爵士武功秘籍 但是没有心境的配合 那个也是练不成的 如果你对本人的战法很感兴趣 想去尝试为麻烦视频多听几遍 反复咀嚼之后 再去进行一个操作 好吗 那每点关注的老铁呢 麻烦点播关注 关注的老铁呢 长按一波点赞加转发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